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 这是个问题,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一,权力与道德,如何抉择 权作之上,良知何在 二,富足与贫穷,如何共计 金银满仓,手足何求 三,死亡与生命,如何理解 终焉逼近,生之傲益 那么,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 权力与道德,如何抉择 权作之上,良知何在 各位听众,学生,朋友们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一个古老而又永恒的话题 权力与道德,如何抉择 权作之上,良知何在 这个问题,比起我的讲课费用 可是要古老得多 而且,我敢打赌 它会比我们所有人的退休金还要长久 首先,让我们来点幽默 想象一下,如果权力是一个巨大的蛋糕 那么道德就像是那个蛋糕上的樱桃 有些人为了吃到蛋糕 不惜把樱桃扔掉 有些人则是先吃樱桃 再满满品尝蛋糕 问题是,当你坐在权力的宴会桌前 你会怎么选择 在历史的长河中 我们见证了无数的权力与道德的博弈 拿古罗马的凯撒大帝来说 他跨越了卢比恐河 那是一条无法回头的界限 也是一个道德的抉择点 他选择了权力 结果呢 一个你也是我的孩子吗 布鲁图的悲剧结局 再看看中国的历史 有个叫做王位的诗人 他在安时之乱时期选择了隐居 写下了《中南英领袖》 《鸡血浮云端》这样的诗句 他选择了道德而非权力 结果成为了后世称颂的文人典范 当然,也有人试图两者兼得 比如英国的伊丽莎白仪式 他在位期间既强化了国家的权力 又推动了文艺复兴 被后人称为莎士比亚时代的女王 他的选择似乎告诉我们 权力和道德并不总是对立的 但是,当我们坐在权作之上时 良知又在哪里呢 这就像是你在超市的快速结账通道 前面的人明明超过了实践商品的限制 你的良知会告诉你是该提醒他 还是默默等待 在权力的诱惑面前 我们的良知有时候会变得异常沉默 所以,亲爱的朋友们 权力与道德的抉择 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二选一问题 它更像是一场精心编排的舞蹈 需要技巧、平衡 还有一颗不断自我审视的心 在权作之上 良知或许会有所动摇 但它从不会真正消失 只要我们愿意倾听 它总会在最关键的时刻 给我们一个微笑或一个警钟 最后,我想用一句话 结束今天的话题 权力可能让你登上高峰 但只有道德能让你在那里久留 所以,当你在攀爬的路上 别忘了带上你的良知 它比任何权杖都要重要 谢谢大家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富足与贫穷,如何共济 金银满仓,手足何求 各位听众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一个 古老而又永恒的话题 富足与贫穷,如何共济 这个问题自古以来 就像是一个顽皮的小精灵 总是在人类社会的历史长河中 跳来跳去 时不时地给我们出个难题 首先,让我们来点幽默 想象一下 如果金银满仓的富翁们都决定开个派对 邀请了手足无措的穷人们 这个派对会是什么样子 富翁们可能会说 来吧,兄弟姐妹们 让我们一起在我的金山银山上跳舞 而穷人们或许会回答 哦,太好了 但是我们能先借点金子 去买双五鞋吗 这就是富足与贫穷 共济的一个小小预言 告诉我们 共济并不仅仅是物质的分享 更是一种心灵的交流和理解 现在 让我们来谈谈历史上的一些有趣例子 在古罗马时期 有一位名叫卡图的老头 他非常富有 但也非常节俭 他认为贫穷的人们 应该通过勤劳来改善自己的处境 然而 当罗马城因为战争而面临粮食短缺时 卡图却主张免费分发粮食给穷人 以避免社会动乱 这就是一种实用主义的共济方式 既不放弃原则 也不忽视现实 再来看看中世纪的欧洲 当时的教会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通过慈善事业来帮助贫穷人 但这种帮助往往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 贫穷被视为一种精神上的考验 而富有则被看作是上帝的恩赐 这种观念在某种程度上 促进了富人对穷人的施舍 但也可能导致了对贫穷的一种惯性接受 而不是积极改变 现代社会则提出了更多的解决方案 比如累进税制 社会福利 教育机会均等等 这些都是试图在富足与贫穷之间 打减桥梁的努力 但是 就像是那个顽皮的小精灵 问题总是在变化 解决方案也需要不断地更新 最后 我们来个小结论 富足与贫穷 如何共济 这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 更是一个道德和哲学问题 经营满仓 手足和球 这句话提醒我们 真正的富足 不仅仅是物质的积累 更是心灵的富足 当我们学会分享 理解和尊重时 或许我们就找到了共济的真谛 而这个过程 就像是一场永无止境的派对 需要每一个人的参与和贡献 所以 让我们一起跳舞吧 但别忘了 有些人可能需要先借双五鞋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死亡与生命 如何理解 中烟逼近 生之傲义 各位听众 学生 生命探索者 今天我们来聊一个轻松愉快的话题 死亡与生命 哦 别中眉头 我知道 这听起来像是一个哲学家在午夜的独白 但我保证 这会是一场思想的盛宴 而不是一场葬礼 首先 让我们来谈谈生命 生命 这个宇宙中最神奇的现象 是如此的复杂和精妙 以至于我们这些自诩为智慧生物的人类 至今还在摸索它的真正含义 生命就像是一场盛大的派对 有的人是派对的灵魂 有的人则是强化 但重点是 每个人都被邀请了 即使是那些不会跳舞的人 现在 让我们转向死亡 生命派对的中场音乐 死亡 这个话题常常让人感到不安 但它其实是生命故事的必然结局 想象一下 如果生命是一部电影 死亡就是那个让你知道 该去洗手间 或者重新填满爆米花筒的字幕 它告诉我们 故事还没完 但这一幕结束了 中烟毕竟是 我们开始思考生智奥义 这就像是在考试前夜 突然开始疯狂复习 希望能在最后一刻 抓住生命的精髓 但生命的奥义 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答案 它更像是一个开放式的问题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解释 有趣的是 许多文化和宗教 都试图用各种仪式和信仰 来解释这个奥义 比如古埃及人 他们对死后的世界 有着丰富的想象 并创造了一整套的防腐技术 来保存他们的法老 以便他们 能够在死后的世界中 继续享受豪华的生活 这就像是他们认为 死亡是一场长途旅行 而他们是那种 即使去火星 也要带上五星级酒店的旅行者 在现代 我们对生命和死亡的理解 更加科学化 我们知道 生命是由基因 细胞和生物化学 过程组成的 而死亡 则是这一切功能的终止 但这并不意味着 我们对生命的奥义 有了更深的理解 科学可以告诉我们 怎么 但往往无法回答 未失魔 所以 当中烟逼近时 我们或许应该像 欣赏一场美丽的日落 一样来面对它 日落不是终点 而是一天的美丽收尾 它告诉我们 即使黑夜即将降临 明天的太阳 依然会升起 生命也是如此 每一个结束 都是新开始的前奏 最后 我想说 生命和死亡 是宇宙戏剧中 最引人入胜的两个角色 它们是永恒的舞伴 在时间的舞台上 旋转跳跃 我们或许 永远无法完全理解它们 但这正是探索的 乐趣所在 所以 让我们 以好奇心和敬畏之心 继续在这个 奥秘无穷的宇宙中 寻找我们自己的舞步吧 那么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对于权力与道德的抉择 你认为 怎样才能在权作上 保持良知 对于富足与贫穷的共计 你认为什么是真正的富足 对于死亡与生命的理解 你又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请在评论区 与我们分享你的观点和问题 让我们一起 探索这些永恒的话题吧 谢谢大家收看 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 编撰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 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 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